莫斯科电影制片场 喜剧和音乐电影创意协会 爱丽丝·弗莱因德利希 安德烈·米亚科夫 斯维特兰娜·涅莫利亚耶瓦 奥列格·巴西拉什维利 丽亚·阿赫甲科瓦 柳德米拉·伊万诺瓦 在电影里 办公室浪漫 埃米尔·布拉金斯基 编剧 阿尔达尔·梁赞诺夫 阿尔达尔·梁赞诺夫 导演 摄影弗拉基米尔 那哈布采夫 艺术总监 亚历山大 鲍里索夫 谢尔盖 沃隆科夫 工作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事情 这就是人们去工作的原因 这也是我上班的唯一理由 没有统计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是多么好的工人 柳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纳·卡卢吉纳 我们统计局局长 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工作 有些老板会遇到这种情况 他来得最早 并留下最新的 由此可见 他未婚 我们叫他baby 当然不是当着他的面 音乐 安德烈 李德罗夫 李德罗夫 偶列 每天早上我都会带我的小流氓去学校 买一盒牛奶别忘了 别忘了吃午餐 现在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你的恶作剧 每个人都在抱怨我表现得很好 每个人都在抱怨你 你为什么吃橡皮泥加糖 你是个大男孩了 大男孩不吃橡皮泥 你为什么把马莎锁在壁橱里 我把它锁起来但我丢了钥匙 走吧 不再在老师的椅子上涂胶水 你听到我了吗 好 小恶魔 我的名字是阿纳托利 埃弗雷莫维奇 姓是诺沃塞尔采夫 我靠工资勉强糊口 于是我四处奔走 就像车轮上的松鼠 奥尔加 彼得罗弗纳 雷左王 或者只是奥利亚 爱丽丝 弗兰德利西 安德烈 米亚科夫演唱的歌曲 奥利亚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在大学成为了朋友 我喜欢她无限的乐观 无论如何都要乐观 世界有赖于乐观主义者 太多人住在我们的城市 客人太多 车太多 每个人都很匆忙 到处都是人群和队列 但我仍然爱我的城市 这是我的城市 一个美妙的城市 这是维拉 她像所有女人一样 充满好奇心 和所有秘书一样 女性化 她收入微博 却穿洋装 她怎么能买下这一切 真是个奇迹 这就是修罗 一个令人愉快的女人 但不幸的是 她曾被推荐 参加公益活动 从那时起 就没有人能阻止她 通过公共交通锻炼 恢复活力 我们到达工作地点 哈洛克波威又撕破了一双靴子 哪里可以借二十卢布 等等我需要买一些药 给我点东西 缓解头痛 别走开五十个饼 为了什么 斯拉斯拉外家族 又添新城 我与这无关 谁出生了 我还不知道 是男孩还是女孩 为付款者请勿离开 也给我签名 不要离开 多么难听的声音了 哪里能弄到二十 我希望他们 让我担任该部门的负责 我会让你成为一个 你是一位出色的工人 一位专业 去找米尼 并和她交谈 你是最好的候选人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走吧 好的 谁出生了 我不知道 你知道 与她交谈 告诉她 你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我确信 她不相信他们的存在 她相信他们 不知从何而来 作为现成的成年人 是的 但家心不会有坏处 确实不会痛 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我厌倦了 坐在这张办公桌前 我生来就是为了更多的事情 我能移山 然后去对她说这句话 不 我不会 我为此感到太自豪 每个早晨都从同一件事开始 这是一个传统 甚至是一种仪式 这种仪式 优优独播剧场——YK 彼得 伊万诺维奇 不 公共餐饮部门负责人 也许这个事实 解释了她肥胖的体型 由里 格里格里耶维奇 萨摩赫网络 好人 我们是同一母校的 这一切的故事 都是从她出现的时候开始的 在我们局 这是一个平凡的早晨 我们的统计之美 已经完成化妆程序 又重新险 又重新陷入甜蜜之中 失忆梦想的概括 数字报告 计划和计算 你用两把钥匙锁门了吗 我不会向你解释任何事情 我们昨天离婚了 是的 你很粗鲁 我可以见老板吗 可以 在这里等一下 你在我的锅里煎鸡蛋 而且后来你也没洗 你抽的是什么垃圾 我的名字是尤里 格里格里耶维奇 我会给你回电话 很抱歉 我把你当成访客了 我可以见老板吗 当然可以 早上好 柳德米拉 普罗科菲叶弗娜 我在猜猜我现在抽什么烟 万宝路 来自老板的新副手 他寻求我的友谊 现在他和老巫婆在一起 我不在乎 谁寻求你的友谊 哦 我只是自动打电话给你 不会再发生了 来自瑞士的纪念品 适用于各种分辨率的八色笔 黑色 拒绝红色 执行付款 绿色 希望的颜色蓝色 供考虑 谢谢 非常聪明 请坐 维拉召唤诺沃塞尔财夫 什么诺沃塞尔财夫 一个无趣的工人 没有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的主动性 阿纳托利 埃弗雷莫维奇 来到卡鲁吉纳的办公室 即将到来的米尼 在呼唤我 勇敢前行 去接受那份工作 我对他来说是一个空位 并熟悉化学工业领域 是的 在瑞士 我学过统计学 然后你应该处理 建筑行业的计算计划 瑞士的电脑是 是的 很棒 但这里有一个缺口 在轻工业领域 他的头彼得鲁宁 留给外交部 在这里 我正在寻找新头 带他进来 你可以进来 不要害怕 我希望你注意 下午好 坐下 谢谢 托利亚 你这个老恶魔 有辣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这里工作 发生了什么事 你在这里工作 是大学毕业后 你呢 你变得大胆了 不完全是 Novo Celsi先生 他是我的老朋友 等等 我明白了 Novo Celsi先生 等一下 我来这里出差 这是你的报告吗 是的 你要么做 要么放弃 统计数据 不可能是近似值 您使用了 未经检查的数据 为什么 不 我检查了一切 你有没有考虑到 丢失的物品 当然 我自己 也是第一手消费者 还有瑞士的商店 报 商店中某些物品丢失 由于像你这样的 工人的松懈 请重做一次 让我们回到 我们的业务上来 作为我的副手 你应该注意纪律 它低于此处的标记 你想问一些事情 是的 这是什么 嗯 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没问题 很好 那么你可以走了 人们上班迟到了 对不起 托里亚在接待室等我 在工作时间购物 并且还发生了一件令人愤慨的事件 最令人愤慨的事件 女厕所里有人 附上连裤袋促销的通知 还有电话号码 亲爱的上帝 你知道谁是米妮的新副手 谁 蔡蔡 告诉我 蔡蔡 我不知道是谁 优良 什么优拉 我来吧 你们两个相爱了 优良 他怎么样 身体健康地向小提琴 哦 我的上帝尤拉 奥利亚 耶稣 你真帅 如果只与我相比 奥利亚你没有改变 我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是 我们去个地方吧 我不能邀请你到我的办公室 卡鲁吉娜下令修复他 新的副手 新的办公室 你的生活怎么样 我很好 我住在郊区的一套公寓里 但是 我们去抽烟吧 好的 我儿子维克多14岁 他是一名运动员 跳远一等奖 你抽什么 做我的客人 万宝路 我老公现在也没事 波克罗夫斯基教授 为他进行了溃疡手术 手术成功 他被送到夜森图基的一个免费度 他还在那里 我过着多世的生活 露营去电影院 祖国的烟 味道好甜啊 接待客人 你好吗 我很好 我在日内瓦 带了两年 瑞士纪念品 谢谢 日内瓦的一切怎么样 没那么简单 抢你二十卢布怎么样 日内瓦方面 当然 这违背了我的原则 我一般不向老板借钱 我还没有登录 好吧 我会在发新日归还 你能成为这里的老板 真是太幸运了 你必须帮助尤拉 帮助什么 好吧 你知道 别这样 最不正当的事情正在发 因为 涛里亚 就是为这份工作而生的 奥利亚别这样 她是个好工人 她手上还有两个孩子 小孩子 谁是你老婆 她的妻子离开了 她和他们的两个孩子 不 是我把他们从她身边夺走了 你好 我是诺沃塞采腐土口水 请帮我打她的耳朵 我稍后去接她 我会给她买新鞋 谢谢你 她正在土那个小流氓 给她那份工作 是个好主意 那就做吧 你是这里的大人物 我会做的 不 我搞砸了我的报告 所以 请不要 也许这些年 我变坏了 不 你会成为一个好老板 在这里等一下 拜托 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 冷静下来 奥利亚告诉她停 她没有改变 你知道吗 是的 如果她继续这样下去 她就会遇到问题 托利亚坦白告诉我 我还是可爱吗 当然 奥利亚 你没问题 柳德米拉 普罗科菲耶夫那 我有一个主意 让诺利亚坦白 担任该部门的负责人怎么样 那么她的报告搞砸了什么 只是 她生来就是为了更大的事业 我认识她 她很有才华 我能理解你的感情就有意等等 但我们应该根据人们的行为 来判断他们 再见 她不买 但给我一些时间 耐心我的朋友 一切都是 受控 我一直相信你 都是没用的 不怕别人面前不熟 我一直都知道 你是那么机智 我去买一些杂货 在他们关闭晚餐休息之前 他们选择了一个糟糕的时间来吃碗 当所有食品店都关门时 时间确实改变了我们 你还记得 她有多漂亮吗 反正 你我也没有变年轻 只是对于女人来说 更 看 我真的希望你作为我的朋友 接受这篇文章 我的意思是 我可以信任的人 我看到一把新扫帚等等 带着自己的团队来 你是我团队的 当然 虽然一分钟前 我还不属于任何人的队伍 我们下楼吧 我想给你看一些东西 维拉请给我的司机打电话 谢谢你 非常感谢你 请按一 等待 你是老板的新副手 是的 伟大的 工资为50个 比斯拉斯奈娃家里 多了一个新成员 太棒了 反应不错啊 接受零钱 斯拉斯奈娃的一切 你付钱了吗 是的 你确定吗 是的 你买了新高铜靴 还没有 刚是穿 你觉得怎么样 声音太大 我不会买 代替你 我会在下班后 做这样的事情 意味着他们很好 我会买 托利亚 卡鲁吉娜 托利亚克鲁吉娜 认为你污名 他说的对 小心点 讽刺的面具 是被殴打的领域 但你应该找到 接近他的方法 他的弱点是什么 他没有弱点 他不年轻 也不漂亮 他是一个孤独的女 他不是女人 他是首席执行官 你的车 上车吧 活计 哇 福尔加 有点 进来 紧凑的小公寓 这是什么 菲利普 立体声电唱机 嵌入室 加两个扬声器 我要去魔法部 需要很长时间 诺沃塞尔采夫先生 请保管好您的报告 一定要来参加 我的家庭聚会吗 我会的 我怕他 他像狼一样凶猛 我晚上要举办一个聚会 你也被邀请与他交谈 利用家庭氛围 尝试去追求他 不然我再提起你的名字 他就会对我咆哮 如果他是个咆哮型的人 我该如何 不 这是个好主意 你应该把他当作女人对待 不 我绝对不能把他当作女人 作为一个男人 我不能这样做 作为一个男人我可以 但是 我并不是在建议任何严肃的事情 只要稍微催促 他一下 世界上没有任何工作 能让我赶他 让我们同意 我不会这样做 你会邀请奥利亚 你忘了他 他会生气的 为什么奥利亚 你是谁 好吧 无论如何 晚上八点之前一起来吧 请善待自己 吃点西红柿 吃点东西吧 很好吃 你有一个美好的家 我喜欢你的妻子 在这一点上 我同意你的观点 希望也能在工作要点上 这是什么 手机 手机在欧洲很受欢迎 你可以在那里的很多房子里找到它 运动的错觉 这个想法 属于来自美国的亚历山大 考尔德 二十世纪充满了高速 你回家吧 并放松地观看它 但你应该回到你的客人身边 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 别担心 这里有好杂志 所有这些噪音 是如此令人厌烦 我喜欢独处 所以请别担心 我就坐在这里 好吧 祝你玩得开心 托里亚 即将到来 来了 你这个贪食者 这很美味 利用他独自一人在房间里的时刻 随他去吧 别再当个白痴了 把这杯鸡尾酒给他 你是主人 而不是我 为什么我要做我做不到的事 是的 我知道他是个道草人 但你不需要看他 走吧 我害怕 托里亚 这是你的重要时刻 我很害怕 走吧 你还好吗 你有一栋优雅的房子 试试这个沙拉 我已经做到了 我比你妻子准备得更好 我加了一些苹果丝 你没有改变什么 你还记得我的样子 我记得一切 我也是 托里亚 等等 你听到我说的话 现在就去吧 走吧 天哪 我可以进来吗 诺沃塞尔采夫先生请进 谢谢 请坐 不在这里 你是来出差的 否 是 我昔耳宫听 喝点鸡尾酒 我不喝酒 诺沃塞尼采夫先生 好 我也不喝酒 那你为什么带他来 喝他 但是 这是我的错误 在其他人的行列中 我想说你 事实证明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我的意思是 你很有远见 我正在努力纠正 我的报告 而且变得越来越好 我的祝贺 你喜欢采蘑菇吗 采摘什么 蘑菇 棕色茂牛甘菌 成茂牛甘菌 蜂蜜 我对此类事情 无动于衷 节哀顺变 采蘑菇 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 以蜂蜜蘑菇为例 它们生长在 如果你幸运地 遇到一个好树桩 你可以收集一篮子树桩 的蜂蜜蘑菇 国王牛甘菌 成茂牛甘菌 它们生长在白杨树下 白花树和冷山树 干燥的夏季 蘑菇 需要水分 它们在低处生长 你会发现 一个很好的堤 你收集了一篮子蘑菇 Novo Celsi先生 您真是一位蘑菇专家 是的 蘑菇 我的名字是阿纳托利 我会试着记住你完成了吗 不 是 你可以去Novo Celsi先生 那么 你为什么不给他鸡尾酒 他不喝酒 你们两个在谈论什么 嗯 关于蘑菇 蘑菇 为什么选择蘑菇 你有什么建议 为了谈论蛇 我试图向他求爱 上次我追求的是我的妻子 十二年前 我就不再习惯了 他知道你在追求 我想不会 Tiren 你在瑞士看过钢管舞吗 不 老实说 我不感兴趣 我一定会去看 来点瑞士奶酪 希腊甘烂 你想一直做小鱼 直到生命的尽头 但除了求爱之外 还有其他办法吗 当我看到他时 我的腿膝盖发软 那么你可以坐下来 我不知道该和他聊什么 关于知识分子的事情 她是一位聪明的女士 知识分子 嗯 智力没问题 只有他不会明白 好吧 我会振作起来 并会去把珍珠 抛在他面前 尤里 格里格里耶维奇 你为什么不邀请我跳舞 我可以请你跳舞吗 你只是想保持礼貌 你还记得我们如何逃课吗 以及我们如何去冰店 你订购了很多东西 但你却没有足够的钱 我当然记得 我想问你 关于步步力科夫的事 来自公共餐饮部门 她是那里的头 她是什么样的人 职业追逐者 你老婆会吃醋吗 为什么 因为我 她当然会嫉妒 你还记得 我们在昆彩沃公园接吻吗 现在那里没有公园 我当然记得 波罗夫斯基赫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来自公益品部门 她是个资本家 你认识游辣 我们现在正在跳舞 仿佛时间对于我们两个来说 都停止了 我要去她那里 并提高你的智力 又是我 我想我们已经互相道别了 是的 但是我们再打个招呼吧 你好 柳德米拉 普罗科菲耶夫纳 晚上好 我可以坐下吗 不客气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你不觉得无聊吗 不 我习惯了一个人 我从不觉得无聊 你要我离开 如果您愿意 您可以留下来 非常感谢 一根香烟 一根火柴 谢谢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甘义苏格兰杜松子酒 和奎宁福特加 我不是告诉过你 我不喝酒吗 是的 它只是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了 一些有趣的事情相反 我们像哑巴一样坐在这里 好像我们无话可说 我们来讨论一些事情 我们已经讨论过我的报告 你对蘑菇不感兴趣 对吧 绝对的 您对江国感兴趣吗 果酱形式 并以诗的形式写成诗 你喜欢诗吗 是的 我愿意 真的很棒 我们来谈谈诗句 我年轻时曾写过诗 还有你不 我没有天赋 我也没有 但让我读点东西 给你听 也许你不应该冒险 不 我应该想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你已经这么做了 我想加强效果 我早年的一些事 爱某些人是一个沉重的十字架 你的美丽没有波折 探索你魅力的秘密 生命所涉及的所有奥秘 在春天 年轻时的你似乎更有才华 我神志无法想象 你的笔名是帕斯吉尔纳克 我神志无法想象 你能理解诗歌 一首好诗 但背诵却很糟 你更清楚 我打赌 我知道 虽然我的朋友们都说 我背诵得很好 他们对你撒了谎 你是个令人讨厌的人 你对音乐感兴趣吗 无论是在任何类型的音乐 我希望你不会播放音乐 我想唱歌多么悲伤 为什么我的朋友 说我有一位美丽的女低音 等等你喝醉了吗 不 当我喝醉的时候 我很吵闹 但现在我很安静 幸运的是我 我该给你唱什么歌 也许你最好不要 在你听到我唱歌之前 不要 我厌倦了你 诺沃萨彩夫线 我会唱歌给你听 你会感觉更好 夜晚很安静 吐蕃鼠睡得很紧 他把耳朵挂在树枝上 吃完午饭后 你疯了吗 啊哈 你不喜欢我的歌声 不 我不喜欢 你到底喜欢什么 很难让你满意 但我会尽力为你跳舞 不是现代舞 但有些经典的东西 俄罗斯民间舞蹈 吉普赛舞 你可以唱歌 停止这个马戏团 好吧 我会跳舞和唱歌 让我们把杯子倒满 大声哭泣 停下来 这太疯狂了 有礼 格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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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维奇 来吧 托里亚 带走这个流氓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跳舞 你不喜欢我的朗诵 我唱歌跳舞 因为你是冷鱼 性格肝脏 你是 别打扰我 没人问你 你不是人类 让他去游礼 格里格里耶维奇吧 你没有心 你只有数字 让他继续吧 奥利亚 别打扰我 你可能会解雇我 但我很高兴 我告诉了你这一切 在脸上 非常抱歉 走开 有礼 格里格里耶维奇 谢谢你度过了 这个美好的夜晚 谢谢你邀请我 再见 再见 明天会发生什么 再见 朋友们 再见 雷佐娃夫人 再见 诺沃塞尔采夫先生 再见 阿纳托利 艾弗雷莫维奇 再见 让我送你出去 停下来 请不要 让我送你出去 别打扰 非常抱歉 请不要关注 她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谢谢你今晚 好玩 都是我的错 非常抱歉 没什么 保持联系 好吧好吧 我神志无法想象 她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请不要关注 她伸出了自己的手 好吧 了解人们对你的看法很有趣 谢谢你 我们回家吧 明天见 我们挤满了公共汽车和电车 我们的脸色苍白 地铁里我们的人群像烟雾一样 从她的嘴里会呼出 或想落入网络的蝴蝶 我们听不到彼此的声音 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 我们被街上的噪音震聋了 抽烟我们会停下来 这是平常忙碌的一天 如果我们用肘部推某人 我们只是说声抱歉 然后走开 然后沿着街道继续前行 就像一堵没有尽头的灰色墙 我们各走各的路 不在乎我们根本不在乎 诺沃利采夫个人档案 莫斯科时间九点 你好 放荡者 你好 你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个 我一夜没睡 你应该去他面前道歉 不行 我现在怎么能出现在他眼前 人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这个女孩是谁 我不记得她的名字 好的 我去她那 希望她不会接待我 早上好 优良 早上好奥利亚 我很高兴 你昨天来我家 我站在这里等你 我想说 谢谢你举办的聚会 哦 是的 这是一个聚会 今晚有什么计划 我会回家休息一下 早上好维拉 早上好 老板在吗 一如既往 来自瑞士的纪念品 我不接受贿赂 我的办公室已经准备好了 太好了 我们知道接紧 今晚有什么计划吗 聚会 有先生们邀请吗 你必须 把我介绍给某人 我现在是一个孤独的女孩 维拉请携带所有新文件 就在这儿等一下 维拉你了解每个人的一切 这就是我的职业 您对诺谢利财夫了解多少 她是个傻子 她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孩子 你来这里很久了吗 好的 我稍后来 您还记得来自建筑行业的 Lesson Lintiva吗 一个清秀的浅色头发女孩 有辫子 她不再在这里工作了 我不记得她了 你当然不知道 那个女孩是她的妻子 两个孩子的母亲 然后她就离开了她 她怎么能抛下孩子 她是一个母亲 一个妈妈 诺谢利财夫是一位母亲 安静的温柔 和无害的人 你永远不会听到她说一句粗鲁的话 一个无害的人饿 诺谢利财夫你完蛋了 妮妮在问有关你的问题 她正在研究你的个人档案 她会解雇我为什么 有吗 维拉也许她现在不会接待我 在这儿等着 我是诺斯利财夫 我没有打电话找她 好的 我会告诉她你很忙 不 让她进来不礼貌 所以你必须进来 哦 她怎么样 好吧 没关系 祝你好运 谢谢 普罗科皮亚 柳德米洛夫那 你怎么样 我来是想说 昨天 嗯 有些蛆虫咬了我 我注意到 我就像一只逍遥法外的疯狗 这更接近事实 像条疯狗 是的 坐下 不 阿纳托利 埃弗雷莫为奇 我宁愿站着死 坐下 谢谢 给您冰至如归的感觉 昨天你 别动 你冒昧了 说我不人道 别在意我昨天说的话 相反 我亲爱的先生 尤其是你所代表的 某些人的意见 你不这么说 你在别人面前侮辱我 这纯粹是诽谤 诽谤 你所说的 关于我的所有这些都 我绝对不同意你的观点 别那么谨慎 我不是 我会掌握你的窍门 请不要吊死我 你说我很硬 你很软 而且不人道 人类 无情 有心 性格干 性格失 对不起 停下来 嘲笑我 拜托 我 我只是 这是我的口误 你没事 你很善良 我仰慕你 你为什么仰慕你 非常恨我 我没有对你图谋 不 你没有 没有解雇你 还没有 我正在向你支付所有奖金 是的 是的 我批评了你的报告 但出于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 我们都爱你在我们内心深处 太深了我看不到 但我们确实停下来 你太民主了 别再撒谎了 停下来 我没有说谎 当我们来到你的办公室时 我们感到如此鼓舞为了上帝的爱 你在干什么 你冲进我的办公室 什么 你在哭 还说我的坏话 别哭了 你是老板 这不关你的事 我更了解 冷静下来 喝点水 我可以进来吗 Yura走开 走开 我们正在开会 发生了什么事 她因她的流氓行为而解雇她 柳德米拉 普罗科菲叶夫娜 别打扰我们 我们正在开会 别在这里发号施令了 我是这里的管理员 老板 随便 恐怕 她又吵起来了 别哭了 你在做什么 我不是你的保姆 我也不是你的垃圾 不管怎样 哭是对的 如果你能哭 你就不会那么绝望 没关系 我会处理的 你好 她很忙 部长 部长 她现在没时间理会部长 给我电话 你在做什么 你怎么敢跟领导这么说话 闻所未闻的事情 喝点水 你疯了 你打搁很好 她们都认为 我是个怪物 并非所有人都不夸张 你不是这样的怪物 天哪 这真是难以忍受 走开我讨厌你的样子 她还在吗 她们把自己锁起来了 也许我们应该打破门 你疯了吗 相信我 我并不是有意伤害你的感情 你开始像正常人一样哭泣 这对我来说很震惊 哦 别打扰我 只是 我是一个别角的演讲者 我一直都是 我是一个别角的演讲者 但不是一个别角的思想家 不管怎样 部长说了什么 我他妈知道 我认为他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以前从未与部长交谈过 如果他想让我来怎么办 我不能用这样的眼睛 和这样的鼻子去那里 只是不要揉搓他们 让眼泪风干 没人会注意到 我已经好久没有哭了 虽然有时候我很想哭 但我不能一个人哭 你知道的 就像一个哭泣的阿尔基 他一个人喝酒 当你想哭的时候 呼唤我 我们会一起哭泣 请帮帮我 谢谢 你很幸运 因为你有两个孩子 是的 一个男孩和另一个 而我却孤身一人 早上我起床煮咖啡 不是因为我想要他 而是因为我必须这样做 然后我去上班 到这个 几乎成了我家的办公室 晚上 我讨厌晚上 你知道吗 我坐在这里 直到看门人 钥匙叮当响 我假装很忙 但我无处可去 家里只有一台电视机在等我 我甚至买不起狗 因为谁会把他赶出去 当然我有朋友和熟人 但他们有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生活 我变成了稻草人 虽然我只有三十六岁 三十六 是的 我比你年轻 我看起来几岁 我看起来几岁 三十五 你又在撒谎 诺沃塞采夫先生 只是你的穿衣风格有点阴郁 需要点姜味 我没想到 支付五十戈比 波罗夫斯基赫诞辰五十周年 每年一戈比 现在的喜年已经不流行 我们也会为您的五十周年庆典 我无法活着 看到我的喜年 我的工作是危险 很好阿纳托利 艾弗雷莫维奇 你可以走了 我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必须弄清楚 部长想要什么 别生我的气 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 好吧 我也想道歉 为了这段感情的爆发 托利亚你好吗 诺沃塞采先生 支付五十 那老太婆解雇了你吗 不要这样称呼她 我会变着 我会变着 你需要 我会变着 第一次 我可以变着 你需要 小葵 你需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去吗 不 我必须完成某件事 Yura 我可以和你说句话吗 嗨 奥利亚 明天晚上 见面怎么样 我不能 我们要去拜访我们的亲戚 还有后天 我们要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 两天后你就可以观看曲棍球比赛了 周末总是一个问题 你是我聪明的女孩 好吧 回家吧 昨天发生的事情之后 你需要休息一下 好吧 再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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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娜 呼吁 这位最伟大的思想家 我们这个时代的 你说的 谁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诺沃谢采夫先生 诺沃谢采夫先生 请进 亲爱的阿纳托利 艾弗雷莫威 可以这么说 每个人都根据 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天赋 奇怪的是 管理层 就是我 决定让您成为最好的专家之一 俄罗斯统统计数据 俄罗斯统计数据 让我们实话实说 清工业部门负责人 最轻的工业 最轻的工业恶 最轻的工业恶 进来 谢谢 不要害怕诺沃塞里采夫先生 谢谢 请坐 是的 先生 我的名字是 阿纳托利 艾弗雷莫维奇 我会记住 这位诺沃利采夫先生 你不必这么麻烦 亲爱的柳德米拉 普罗克 相反 因为我认为你是 最勤奋的 哦来吧 是的 一个非常勤奋的工人 亲爱的柳德米拉 普罗科菲叶弗纳 你会把我宠坏的 大家都回家了 你是唯一留下来的白痴 你说的对 一个白痴 因为你批评我的报告是对的 我喜欢你的谦虚 与你的智慧相比 我的谦虚算 不了什么 亲爱的柳德米拉 普罗科菲叶弗纳 对不起 好吧 我很抱歉 没关系 你生来就是坐在这里的 请就坐 请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我们换个地方吧 为什么你认为我是一个如此糟糕的工人 你为什么不和其他人一起离开 为何如此热情 正如你所说 我需要重做我的报告 为此 你来到我的办公室 多么奇怪 好吧 我以为你会帮我重做 你在撒谎 阿纳托利 爱抚雷 你留下来 是因为你可怜我 我允许自己 在你面前哭泣 我告诉你 我的人生故事 你相信了 其实我一切都好 一切再好不过了 个人生活并不是你所知道的一切 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事情 我是一家大研究所的所长 我喜爱我的工作 人们尊重我 甚至有人害怕我 我在部里 部长感谢我 所以我不需要你的怜悯 还有你的歧视精神 我以为 早上你是真实的 但我犯了一个错误 现在你是真实的 好吧 回家吧 回家看看你的孩子 回家你听到我说话吗 我是这里唯一一个 为伯罗夫斯基赫挑选礼物的人 一些让他高兴的东西 古董店里有那匹青铜马 告诉诺沃瑟利彩夫 明天帮我把他带到这里 他真的很重 残酷是上天的统治 即使在危难时刻 任何季节的雨 暴风雨 火雷声 我怀着感恩的心 祝福他们所有人 我的失眠 喜悦和智慧 以及失败与成功的转变 就像季节交替 我怀着感恩的心 祝福他们所有人 年复一年 多么沉重的负担 威胁用压力压垮你 但我所有的岁月 都是自然赐予的 我满怀感激地 祝福所有的日子 我祝福上天赐予的 爱的礼物 夕阳西下 我流下了所有的泪水 就像地球上的 最后一天一样 这一切我都感激地接受 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树叶纷纷落下 是时候说再见和坦白了 一切季节 接受天道支配 我一生都怀着感恩的心 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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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扰了吗 当然不 请进来 请将此信转交给萨默赫瓦洛夫先生好吗 对他个人而言非常紧急 请不要忘记 这是我职责的一部分 请不要注册它 好吧 我就不注册了 有良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维拉 他在吗 是的 给你的一封信 谢谢 维拉请过来 是的 柳德米拉 普罗科菲耶夫娜 我需要和你谈谈聊什么 坐下 我吸耳恭听 我需要你的建议 您想要更多个人数据 好吧 不 你知道 我的意思是 现在人们穿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是什么是时尚 为什么在所有人中 我对你感到抱歉 没关系 我的一个亲戚 我的一个亲戚来自一个小镇 他很感兴趣 我明白了 好吧 让我们从鞋类开始 这是代表女人的鞋子 哦 真的 今天 绑带高跟凉鞋 很时尚 爬行者我不懂 爬行者是鞋子 或者只是鞋类 我明白了 至于高筒靴剧集 而且高跟鞋很时尚 对不起 我必须把它写下来 当然 我会做笔记 你说的是鞋跟的剧集 没有盗版 你表弟的腿漂亮吗 好吧 这只是平常的腿 正常范围内 坏腿应该隐藏起来 在哪里 长裙之下 天哪 这太吵闹了 发生了什么 库存盘点 4321把椅子 纪念品 你在这做什么 1906一把椅子 38912一盏灯 113 一把椅子 看看多可爱的 等等什么 主席团桌 4308 你到底在做什么 执行您的订单 你们是知识分子 我们也是 4263 计算机 小心点 我们去会议室吧 真可惜 花瓶 1348 蝗虫人掠夺者 墨水套装 1319 花瓶 5869 摩斯 这是什么 三个字母的单词 擦掉它 还有柳德米拉 普罗科菲 叶弗纳 组合方面也很重要 我的意思是 可组合性 穿上一些可爱的衬衫 或者在紧身衣上 搭配西装外套 什么是西装外套 俱乐部外套 你的意思是 俱乐部 俱乐部也适用 好吧 我会把它写下来 所以 一件衬衫 无论如何 这都不是最 例如 现在人们不戴假发了 对吗 好吧 感谢上帝 最好是 加一点生姜 假发就像把房子戴在头上 加一点生姜似的 那么 如果没有假发 你的脸 还剩下什么 眉毛变得非常重要 抱歉 既然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以你的眉毛为例 它们有什么问题 你知道 这味道很糟糕 你应该向浓眉宣战 以什么方式进行战争 你应该拔掉它们 然后 把它们变薄 用什么 用尺子好 啊 我明白了 我的上帝 这会很痛 忍受吧 你是个女人 眉毛应该细如丝 惊讶地抬起头 就像你的眉毛 好吧 即使我不是最好的例子 拔毛只能在麻醉下进行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怎样才能认识一个女商人 来自一个真实的女人 如 就她走路的方式来说 因为你走路就像 就像什么 就像上帝知道 什么一样 你把自己绑成一个结 你像一件旧的地跟马靴一样枯萎 并缓慢地去工作 像大象一样跺脚 但看起来我们走路 天哪 你的意思是 我就是这样 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神秘感 你仰起下巴 你的目光低垂下来 在这里 一切都放松了 你的肩膀向后拉 您可以从臀部自由活动 抱子充满弹性的轻松风格 准备跳跃 男人为这样的女人疯狂 这样的步态 是否可以掌握 甚至野兔 也能被浇抽烟 这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你这么认为 对于一个知识分子 站在这里 调整自己 恐怕我做不到 你会的 别担心 你的头正直 撑起你的乳房 我的乳房 你太恭维我了 每个人都在恭维你 好吧 绷紧你的屁股 吸吻你的胃 同时 紧张一切 紧张一切 然后向我走来 从你的臀部开始放松 天啊 你看起来很粗俗 你摇摆你的臀部 就像你知道的那样 你喜欢吗 美丽的吗 这匹马像 猛马像一样重 这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为庆祝 波罗夫斯基赫 诞辰五十周年 只是不要告诉他任何事 你在哪里买的鹅 都卖完了 你是一个女人 而不是一个推赶 一种背影和你嘴角俏皮的微笑 让男人觉得你没问题 自由呼吸提升优雅 不要踢 你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继续微笑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 柳德米拉 普罗科菲叶夫呢 柳德米拉 普罗科菲叶夫 让我们把这匹马 藏在壁橱里 神 为了什么 免得我们的生日男孩 提前高兴起来 好吧 你要把它藏在哪 在壁橱里 它适合吗 我们会把它挤进去 舒然 有人在呼唤你 好吧 把这匹马藏起来 我来了 还有什么吗 不用了 谢谢 我会在你带给我的所有东西上签名 好的 我们会处理好一切 不客气 你现在在做什么 屁 把马放下了 没关系 我很坚强 家里一切都好 感觉很好 你问来干什么 我看起来像个病人吗 家里一切都好 我的朋友 用他的福尔加来接我 福尔加他从哪里弄到这么多钱 钱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他是一名飞机设计师 我们去了一家餐馆 什么餐厅 把他放下 别再抓着他 我喜欢马 什么餐厅 我们去了阿拉格尾 我们点了各种 可吃的 炸鸡核桃酱烤羊肉串 羊肉馅饼 羊肉馅饼 你喝了什么 French Carre酒 但你不喝酒 为什么 一杯好酒 在一个好公司 把这匹马放下 你会让自己过度紧张 不 我不 这是一匹小马 餐厅之后 发生了什么 你再拓展自己 把马放下来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喜欢动物 你晚上过得怎么样 我谦虚地坐公交车回家了 然后我帮大儿子做作业 他八岁了 然后我和我的小儿子一起玩 然后我的妻子 哦真的 叫我们吃晚饭 你妻子的名字是丽莎 太重了 我可以帮你吗 撒着辫子的丽莎似的 或者也许不是她 不 是她 你没有妻子 阿纳托利 埃弗雷莫为妻 为什么你总是撒谎 我正在按照你的例子 我知道你的这位飞机设计师 是你编造的 你怎么敢 我是你的老板 你为何落马 你在干什么 我摔倒了 你摔倒了 是的 从马那 别再假装了 我快死了 别再装傻了 我是认真的 请站起来 留下你和你的马 一个肿块 很痛 一个肿块 你需要冷肤 工伤没有碰撞 很快就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 你需要冷肤 您不必亲自进行 叫你的秘书照顾我 别再把我当做你的老板了 柳德米拉 普罗科菲耶夫纳 布柏利科夫去世 为什么我没有下达命令 她死了 是的 但是为什么 我还不知道 付款 我们必须买花圈 多少钱 50个笔 为了花圈和管弦乐队 如果今天有其他人去世或出生 我将没有午餐 签名 一分钟 我是这里的老板 让我付钱 你为什么躺在这里 你为什么 壁橱里的马 我们没走到壁橱那么远 你好吗 你感觉好些了吗 我不 这是什么 不 没有颠簸 没关系 起来我帮你吧 起来 谢谢 回去继续你的工作吧 是的 我代表我自己道歉 还有那匹马 我希望 你感觉好多了 阿纳托利 我坦白地告诉你 与已故的布布利科夫相比 我还不错 嗯 你可以走了 嗨 嗨 正如我所见 你正在执行我们的计划 我和我的马正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然后我们就倒下了 宥儿你有没有谈论我和他的约会 没有机会 但我会和他谈谈 别忘了 我改变主意了 你很奇怪 你知道吗 维拉 告诉老板 告诉老板我已经交给部门了 是的 阿廖娜 我要告诉你 这是一颗炸弹 坐在你旁边的是 李斯厂瓦 瓶子债券式的 袋子女士 回头 是的 就是那个衬衫上有粗俗玫瑰的人 是的 所以他给萨莫赫瓦洛夫带来了一颗 他把他留在我的桌子上 我知道 读别人的信是不好的 但这真的很令人兴奋 听着 亲爱的油辣 我久久无法下定决心 消失的东西已经消失了 但是 我知道 四十多岁的女人 有时会做一些傻事 好吧 她在这里击中了 我知道你根本不在乎 但当你出现在这里我才意识到 这些年 我爱的都是你 他距离养老金锦一步之遥 但他想要一次冒险 嗯 这就是我所说的性革命 你能想象这个吗 他一定是疯了 只求妈妈这个词 第一部分结束 有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